2023年跟着梦莉姐一起爱健康 在2003年的时候 突然来袭的SARS 很残染的就夺走了将近1000条的生命 那从2004年开始呢 禽流感的沙丧利亚 也是越来越惊人 在感染了禽流感的患者当中呢 大约有就是70%的人会死亡 然而令人感到不知的是 这些疾病呢 它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我们是都不断的为了我们的生活奔波劳碌 而副裂了良好的生活品质呢 你是否有想过 如果我们长时间啊 受到这些心脏疾病啊 高血压啊 糖尿病啊 甚至癌症等病痛的折磨 那么我们一切的财富啊 和成就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营养免疫学 就是一门非常新的科学 主要是要提醒大家 平常要多摄取一些含 植物营养素啊 抗氧化剂啊 还有多糖体 多一点的这些食物 让我们预防重疑治疗 不要让我们得到这些 可以让我们生病的这些病痛 所以说我们要远离这些病痛的话 就是要靠平常的一个注意 希望透过梦里每天的分享 不厌其还的分享 大家一定要切切实实的来落实 我们的健康四大要素 就是要有坚衡的饮食哦 然后要有正常的作息 稳定的情绪 还有适当的运动 相信你一定会 远离这些慢性疾病 文明病 带给家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样子好不好 希望说2023年 跟着梦里姐一起爱健康 我们一定要健康平安快乐 谢谢